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Apple 笔电还有平板市场可以讲是非常多产品的 那尤其是当中的笔电推出了各种品牌 各种系列可以讲是一片血海 那究竟为什么华为可以在当中脱颖而出 今天我们就来绕一绕 讲到笔电的话除了高端的机型 更多人在意的应该就是学生挡价位的产品 像我眼前这一台华为MacBook D14 它对比同类的机型就做出了一下四个亮点 第一华为MacBook D14采用的是全金属的机身 从视觉上来看的话 金属材质它看起来就更有质感 摸起来也是磨砂的材质冰冰凉凉 那它的散热效果也会比塑料材质来的好一些 另外华为MacBook D14最大的开合度可以到180度 像是我在做工的话想要show对面的同事一些画面 我就可以直接给它这样看 诶阿溜阿溜 给你看下我谁的文章可以吗 你看 第二它除了可以开到180度之外 它也是14寸IPS全面屏 84%屏占比 边框只有4.8mm 窄边框带来更大的好处就是视觉效果更突出 此外这个屏幕还支持UVD蓝光认证 像是我们学习还是工作难免都要长时间对着电脑的屏幕 所以这个时候防蓝光就很有效的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第三华为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全场景智慧生活 所以这台MacBook D14同样搭载了它们很引以为傲的多屏协同功能 多屏协同的开启方式非常简单 你可以通过蓝牙连接 NFC标签碰一碰 扫描二维码三种简单的方式 连接之后你就会发现笔电的屏幕上出现了你手机的界面 这就意味着我在笔电的大屏幕上面可以操控我的手机 像是我可以滑一滑Facebook啊看看新闻 或者是刷刷抖音 或者是我要用省图来edit一下我的自拍照 可以 总结而言我觉得这个多屏协同功能对我就有两大帮助 第一个就是我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再带多多的cabel 因为它的连接方式非常简单方便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它这个一个笔电就可以代表手机 可以用笔电去操控手机的一些工作 这对于我而言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方面便利性都是大大提升的 第四像我们平时出门如果要带笔电还有手机的话 我们就要带一个很大很重的电脑charger 还有一个手机的charger 但是这台华为MacBook D14只有一个Type-C的charger 带出去就可以同时为笔电还有手机进行充电 重点来了这个充电器可是支持65W快充的 30分钟就可以充进46%的电量 那充手机自然就更快啦 那这个小巧又方便的充电器带出门就是零负担 华为注重的是全场景的使用体验 从硬件到软件一个生态的构件必须是面面俱到的 所以第二个东西要讲的就是华为的平板 华为ManPad 10.4LTE屏幕是10.4寸的2K分辨率 同样是全面屏的设计84%屏占比 等同于给你一个笔电的视觉体验 同时它还支持64GB存储 还可扩展至高达512GB 64加512GB是非常够用的了 搭配智能的键盘它就可以从娱乐平板 变成成学习以及轻度办公的设备 ManPad同时也支持多屏协同功能 平板瞬间可以变成手机的拓展屏 像是我平时拍了片要剪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从手机快速传到平板进行剪辑 那画面来的更大 剪起来就更方便哦 就很像平时我在滑淘宝的时候 如果看到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点进去 右边画面就会出现更多这件衣服的细节 如果看到不满意的话 我就可以看回左边的屏幕继续滑 就不需要推来推去 两个画面同时进行使用 就非常方便 而且它最多可以同时开启三个应用窗口 那如果你还有更高阶的需求的话 华为还有个MacPad 11 是华为首款搭载120Hz的平板 所以你在看剧啊刷视频啊还是打游戏 都可以有更流畅的体验 而且它也支持第二代的Ampensor 就很适合用来画画啊寄笔记等等的工作 那完整的开箱视频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边看一看 总结而言我觉得华为的生态系统 就是将多种设备融合一体 像是以前我们只是觉得手机只能拿回复信息 平板只能拿来看剧 笔电拿来办公 但是有了这些多屏协同 一屏多用 快速连接等等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多种设备 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价值 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之外 也能让我们的办公以及娱乐更加的无缝连接 告诉大家一个小tips 如果你们最近想要买平板的话 那你们就不要错过华为Online Store的促销活动 因为他们经常会将智能键盘 以及M-Pensor全套送出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到华为Online Store 或者是Shopee Lazada的官方旗舰店 去留意更多乡亲啦 我是金Gadget的Appl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